各位好,我現在身處在心經簡臨 其實這裡才說什麼,風景其實也挺漂亮的 後面就是這個 指著梨立山的郊遊徑 旁邊也是一個鳳凰徑 其實今天想說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都市傳說 心經簡臨其實是一個很惡毒的風水陣 其實這裡可以看到 呈八字的 其實心經簡臨的木柱 就是整個八字打在地上 有人說這個八字打在地上 就好像鎖死了鳳凰的喉嚨 非常的惡毒 之後其實很多山徑來說 這條腦呢 人們就說 就是一條蛇的物體 跟很多香港的建築 都是用蛇形的傳說 形狀 成了這個 很有趣的 對比 那樣的 就是說這些石 就是那些類似蛇輪的物體 那樣貌似蛇輪的 這裡 這裡就是心經簡臨 其實 就說是政府 有意無意 那樣貌似蛇 就在這裏施展這個風水陣 那樣貌似蛇 就是這個蛇 就是這裏 蛇 就是獵食這些料類 那其實就是說 對著這個鳳凰山 這裡就是鳳凰山 其實就是說 有這個 就是有風水陣 就是鳳凰的意思 這個 網上的傳聞就說 這個風水陣呢 就非常之惡毒 就不是利於香港的發展 那大家覺得怎樣看呢? 那很多的網上圖片都有 就是在Google的衛星圖片 那看到其實都是 真的好像一個 蛇形的建築 那又在這個片尾之後呢 都有這些圖片看到 好啦,那又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